如果老铁们多次梦到同一个奇怪的人,那可就要小心了,最好在第二次梦到之后把被子换个方向盖着。 以前有个老铁他每天都加班到很晚才回家,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导致他每天晚上都睡觉很晚频频做梦。 一天晚上二斗依旧是加班到凌晨才到家,疲倦的他上床倒头就睡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 这次在梦中他好像感觉自己在一个黑乎乎的小房间,自己动不了也不能说话,只能看着四周发现不远处有一丝光亮,隐隐约约站着一个人,就在这时二狗醒了,发现已经到第二天早上了。 昨晚的梦让二狗感觉和以前做的梦都不一样,非常真实,但是他也没在意就去上班了。 第三天晚上二狗又再次梦到了那个场景,但是发现那个人好像离自己近了一点。 房间里的光线也变亮了,但是依旧看不清自己在哪,和那个人是谁。 到了第四天梦中的二狗发现自己居然还在那个场景,不过那个人已经站在自己面前了,而且正对着他,房间也变得明亮无比。 二狗发现这正是自己的房间,贵人突然抽出了家伙向二狗袭来,就在这时二狗醒了,松了一口气的二狗看了一眼闹钟发现并没有来到早上,还是在夜里。 抬头一看梦里的怪人居然正站在他的床边,与的家伙盯着他。 不久后的一天,我很晚才看完电视,疲惫的我很快就睡着了。 奇怪的是,不怎么做梦的我居然梦到了我在一个很黑的地方,不远处有一丝微弱的亮光能看到一个人。 正当我准备开口的时候,发现自己动不了,也说不了话。 什么玩意这是我的梦,还能让你给整了吗? 然后我就掏出了大瓷大杯炮,但是发现那个人消失了。 到了第二天晚上,我又梦到了那个场景,原本黑乎乎的房间突然亮了起来。 正是我的房间,那个怪人来到了我面前。 那个怪人举起家伙向我袭来,随后我就醒了,发现那个怪人正站在我的床边,与这家伙黑黑的笑着。 我不走流程了,现在你现实中也动不了了,你完蛋了。 那我也不装了。 是三下无敌的! 下集更新二月剃头发。